问得重振国内经济帮助各州居民 联邦政府不久前通过了新一轮的救援法案 而在此次的法案当中 政府在医疗保险方面为国人提供了更多的补贴 比如在加州境内如果居民今年从就业发展部门领取过失业救助 此类人群还将符合每个月保费仅为一美元的有惠政策 前不久联邦政府通过了新一轮的救援法案 以进一步帮助国内居民 而在此次的法案当中 加州政府在医疗保险方面 为受到疫情影响的人群们提供了更多补贴 拜登总统的援助计划下 现在大家都可以拿到更多的补助 那最主要的一点 今天我们就是想跟大家说 如果你今年2021年拿到就是美国失业的这个补助的话 就是EDD的话 你现在可以有资格拿到一美元 就是每个月一块钱的保险计划 所以呢希望大家如果你今年得到ED的话 可以从这里重新买保险 部门发言人指出 只要居民在今年领取了失业救济 所以无论是一月份三月份还是现阶段仍处于失业状态 他们都将符合申请该项补助的相应资格 只要你今年拿到EDD 不管你是一月份拿到三个月的EDD的那个就是失业金 或者你今年只拿到一个月的就是EDD的这个失业金 你都可以有资格就申请我们一美元 就是每个月一块钱的保险计划 然而部门人员强调 如果州内居民希望在来月能够享受到该项补贴 那么他们必须在七月份内办理好所有相关手续 如果你想八月一号生效的话 一定要在七月份完成所有的手续 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 看看你是否符合资格 同时如果州内居民目前已有医保 或是从工作单位申请到了健康保险 那么他们仍可登陆加州健保的官方网站 来查询自己是否有资格申请到一元健保的优惠政策 以及其他相关补助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从Cover California 就是我们加州健保这里买到保险的话 你现在可以看看你是否符合资格拿到补助 那我们现在因为在就是COVID下面 我们所有的就是投保 你现在都可以重新来看看 你是不是可以拿到更符合你条件的健康保险计划 那现在大家都可以知道 就是在巴基金总统下面的援助计划下 大家都可以拿到更多的补助 那现在很多人他是想 是不是可以改变他现在的保险计划 我现在都可以拿到更多的补助